炎热夏天的晚上 小旭有天睡前想用电纹拍来除纹 结果发现电池没电了 正要安装电池 他突然想到许多家庭中的常用电器 都是安装两颗1.5伏特的电池 如果在不同的电路中提供相同的电压 会产生什么不同的效果呢? 在之前单元中我们学到 电池的化学反应会造成电池两端有电位差 叫做电压和电动势 而电池的电动势越大 会通过每库轮电荷提供较多的能量 为了搞清楚到底在电路中 除了电压以外 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电路中的电流大小 我们替小旭设计了一个实验 利用两颗1.5伏特的电池 接上三个不同特性的未知元件 量量看通过的电流大小有什么不同 结果小旭经过量测之后 发现两颗1.5伏特的电池 接上三个不同特性的未知元件 第一次得到的电流为3毫安培 第二次得到的电流为1.5毫安培 第三次得到的电流为0.3毫安培 到底这些未知元件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影响到电路中的电流大小呢? 这三个未知的元件原来是三个组抗不同的电阻 电阻值分别为1欧姆、2欧姆、10欧姆 回顾三次量测到的电流 分别为3毫安培、1.5毫安培、0.3毫安培 可以观察到在相同电压下 电路中的电阻值越高 电流就越小 故由此可以推论电阻值越高 可想产生是对电路的阻碍也越大 在相同的电压下 才会在电路中只造成比较小的电流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会好奇 电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为什么电阻值越大就会对电路形成更大的阻碍呢? 造成较小的电流呢? 不同材质的电器或导线会有不同的电阻值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 就要先从围观世界中 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开始说起 当在电路中安装电源 会造成电路不同位置的电位差 并且在导线内部形成电厂 电厂在导线中形成的运动趋势 会驱动导线中的自由电子形成电流 但是电子在运动过程中 也会受到导线中原子和电子的碰撞 这导致了电子运动的阻碍 所以当我们在聚观世界 用三用电表量测的电阻值 也可以说是在量化围观电子 在导线中运动所受到的阻碍 所以导线的电阻值越高 就代表自由电子在导线中所受到的阻碍就越大 刚刚我们解释了电阻的围观成因 那么导线如果具有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长度和不同的截面积 又会如何影响导线的电阻值呢? 导线材质对电阻造成的影响 一般会用电阻率来表示 电阻率越大就代表在该材质下 电子在运动过程中受到的阻碍就越大 举例而言 如果我们对相同长度和相同截面积的 铜块和玻璃块 使与相同的电压 大家可以想一想 哪一种会形成较大的电流呢? 应该很明显是铜块会形成较大的电流 铜的材质电阻率为1.69乘以10的-8次方 玻璃的材质随着玻璃的种类不同 大约为10的10次方到10的14次方 因为铜的材质电阻率较低 电子在该材质的围观运动过程中 受到的阻碍就越小 在相同长度和截面积下 会具有较小的电阻 所以我们可以用电阻率来表示 导线材质对电阻造成的影响 那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材质 这些材质的电阻率又分别为多少呢? 我们观察这张表就会发现 不同材质之间的电阻率有很大差别 电阻率与同较为接近的材质 我们称为导体 电阻率与玻璃较为接近的材质 我们称为绝缘体 而半导体的电阻率 就介在导体和绝缘体之间 如果导线的材质相同 我们利用三用电表 可以量测导线的长度 和截面积对电阻的影响 我们将导线的电阻值 和导线长度进行做图 发现电阻值和导线的长度成正比 代表导线长度越长 电阻值越大 如果将导线的电阻值 和导线截面积进行做图 则发现电阻值和导线的截面积成反比 代表导线截面积越大 电阻值越小 那如果我们想要将电阻率 导线长度 导线截面积 对电阻值的影响 表达成数学关系 应该要怎么用数学表示呢 R等于low乘上A分之L 这里的low就是电阻率 其会与材质性质有关 我们最后会发现 可以用这样的数学形式来表达电阻 这样的数学关系 我们也叫做电阻定律 回答影片刚开始的问题 纵使对电路中不同的电阻 提供相同的电压 也会造成不同的电流 因为电阻值越高 会对电荷造成越大的阻碍 形成的电流就较小 今天我们学到 1.电路中的电阻 会对电荷的运动形成阻碍 相同的电压下 电阻越大 电流越小 2.电阻值会受到导线材质 导线长度 和导线截面积的影响 可以用电阻定律 来进行电阻值的计算 小旭在实验中发现一个现象 对相同的电阻 在炎热的夏天 和寒冷的冬天做实验 纵使在电压相同的情况下 两者两道的电流大小也不相同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起想想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